1 2 3 OK 好 在市长林佳龙的带领下 众人一起为新生的树苗细心的拨下土壤 东海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大学入门的新生训练活动 今年适逢学校60周年校庆 也为了响应市府八年100万棵植树计划 特别邀请市长与大学新生一起种下树苗 代表新的开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前人种树后人成梁 这个最具有教育的意义 同时也要感谢东海大学呼应 我们市政府的政策 就是八年要种100万棵树 除了市政府我们会来推动以外 也很感谢大学的校园 他们带动来种树 以台中市来讲 如果每个大学都像东海大学一样种树的话 我们八年100万棵树绝对会实现 虽然很累 不过大家一起种树还蛮有趣的 就很特别啊 就第一次种树而且是入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市长表示这次种下的树苗是由市府提供的 五叶松与萧南等在地树种 不会迫害生态 学生们能在大学四年看着自己种下的树成长茁壮 活动相当有意义 校方也希望学生们能像种下的树苗一样不断成长 为社会贡献力量 今天一方面是新生 我们叫做百年树人 另外一方面是种树 十年树木 同样的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盼望说这些树种下去了以后 以后对台中市的这个环境各方面 能够有一些这个改善的进步的作用 那跟各位这些我们的所有的新生 来响应这个植树的活动 那我想也是种下一颗希望 借由这个树种树木结合 让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更加紧密 校方表示期望透过植树 让新生得到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 在一起种树的过程中 建立起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体验学习活动 为校园注入新的生命力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树木 对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树木 对订阅 转发 打赏拍摄的